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关心 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陷踪了 连日的大雨再加上高温 是登革热疫情的后发期 如今国内不仅有45例境外一路的案例 也出现了首例本土的个案 因此桃园市卫生局呼吁民众 要落实防蚊与寻道清刷 避免病眉纹滋生 连日大雨再加上高温 是登革热疫情的后发期 现在国外东南亚地区正值疫情高峰期 国内不仅有45例境外一路案例 13号也出现了首例本土个案 因此卫生局也呼吁民众 落实防蚊与寻道清刷 避免病眉纹滋生 连日大雨再加上天气炎热的时候 病眉纹容易滋生 那目前在登革热的部分 全国有48例境外一路的案例 桃园市有7例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协同卫生所和相关的一个环保稽查人员 去桃园市各大容易滋生病眉纹的一个环境 去稽查 我们发现有许多地方的病眉纹指数 布市急速已经超过2 那这样的话显示 开始有一些部分 有一些地区会有病眉纹的滋生 那最近近期呢卫生局也会公布相关的一个防疫措施 卫生局表示 登革热是靠病没稳定要传播 因此除了清除积水容器 也要做好防蚊工作 桃园市府也会沿拟相关防疫消毒工作 如果有疑似登革热症状 也请尽速就医 那在这边卫生局还是会特别提醒 如果民众在大雨过后的话 要记得寻倒清刷这四个步骤 也就是检视一下住家环境附近 是不是有一些积水容器 那如果有积水的话 记得要倒掉 那另外还要 这些积水容器要记得做一些清洁 那另外还有 如果民众有出现发烧 眼窝痛 还有头痛等等的一个症状 那这个要尽早就医 特别是眼窝痛的部分 它是登革热很特殊的一个症状 那如果有这些情形的话 记得就医的时候 还要告诉医师相关的一个旅游史 那以利医师早期诊断 根据统计境外移入的登革热感染 个案以东南亚最多 柬埔寨跟马来西亚的疫情仍持续升温 每周的感染数也已经超过200万例 也请近期有出国需求的民众注意防疫 这是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登革热它的 我们最近的话是在东南亚或南亚的部分 它还是比较流行 那如果反国的时候 本身这一个反国的人 回到台湾的这个人 他身上有登革热病毒的时候 经过蚊虫的叮咬 蚊子的叮咬之后 然后再去叮咬其他我们本国人的话 就可能会有一些本土性登革热的一个风险 台南已经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案例 如果发现有发烧 头痛 后眼窝痛 肌肉关节痛等 疑似登革热症状 应该尽速就医 并告知旅游活动时 一例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 记者赖尾一桃源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台南有全台第一座大型资源智慧回收岛 启用营运至今六年成果丰硕 但受限于人力的关系 过去只能营运八小时 软硬体设施也需要态换 因此在市长黄伟哲的支持下 这一座资源回收岛全新升级 提供民众更多元的服务 在台南市长黄伟哲 和多位议员贵宾的见证之下 进化版的 集过来智慧回收岛正式启用 哇 让我们一起来迎接 全新升级的 集过来智慧回收岛 台南市从2017年 在加勒福安平店前 开始推行智慧回收岛 营运至今已经六年 成果是相当的好 回收率非常的高 我们从107年的53一直进步到现在的 57一直进步到现在的63核赛 那这个这108年 在整个一个市府的级率推广之下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智慧回收岛 它的服务量已经不过 两万七千的人次了 经过台南市府的推广 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来使用 如今进行全新升级 挺进在地企业系统 达到24小时零人力智慧化营运 让民众能够随时来做资源回收 这个资源回收岛不仅是以前的一个扩大 我相信要把这个经验继续扩大到其他的地方 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将盘点其他可能的空间 把这个资源回收的概念越推越广越来越好 这段日子以来已经回收了100吨的这个有用的资源 大家想想看这些有用的资源如果没有回收 就可能在焚化炉 就可能在掩埋场 它没想到造成环境更大的负担 因此呢我们很谢谢 也将持续推广这个可贵的资源回收经验 升级之后的回收范围更广 包括保特瓶 铝罐 干电池 手摇引塑胶杯 玻璃瓶等等 除了玻璃是进行公益捐赠 民众只要持一定数量的回收物投入机器 就可以获得加热福责价券或点数 落实循环经济预设生活 记者杨顺怀台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高雄市三明区 有一间佛寺来了一位印度师傅 不但会用四国语言奖金 还精通古法瑜伽 一块来瞧瞧这位身怀绝迹 善结缘的师傅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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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这是祝福尼 喔 师傅你带去买通 完美 哪里来的老外师傅 难道是走进了位于印度的佛寺 让乡客惊讶的是 这位师傅还会四种语言 国台语都会通 这还不算什么 终点是他还能教你做瑜伽 他是一位就是世界知名 而且非常非常少数的 关于阿弥陀佛 内观心法的一位指导老师以后 我觉得我身为一个瑜伽老师 我当然要从特别从北部下来 专程来跟他学习 师傅教导我们如何用阿弥陀佛跟瑜伽 这样搭配起来 从饮食开始 印度的一个特色 五行 五色 还有配合空风火水土 跟着师傅学了那么多年的阿弥陀佛 其实那个东西你不需要学到很精砖 但是非常重要的是你怎么样照顾自己的身体 印度说有七万两千个麦 麦都会通 通了我们呼吸很清楚 呼吸很好很顺的时候脑筋会很清楚 原来这位印度裔的师傅出生于马来西亚 姻缘继绘16岁在泰国出家 通达小城后再来台湾学习汉传佛教 之后更到美国进修天主教 再回印度学习古法瑜伽 更取得人类学学士以及完成博士学位 如此大费周章 其中的姻缘皆因为台湾法脉施工鼓励 期待学成之后贡献所学 将宗教通则真善美 内外皆回归自然法则 透过身心灵的平衡运作 分享给台湾以及全世界 进而达到教化人心 米瓶世间灾祸的终极大愿 把瑜伽的哲学 还有瑜伽的一切有关系的知识 很想跟台湾人结缘 因为这是我们上人的信愿 还有上人的信愿 也是希望天宗把佛法 把台湾的法佛教带回去印度 就帮助印度的同胞 不只是传授佛法和瑜伽 在现今印度佛教示威 法脉不存的情况下 印度师父更肩负着复兴的重责 台湾印度两地奔波 祭贫办学 下次若是有机会 残祥碰到这位印度师父的话 记得鼎礼打气说一声 阿弥伯婆 为了要强化行人的安全通行观念 高市府新闻局邀请了正妹远景小辈 合作拍摄交通安全宣导短片 这位小辈远景平时在社群网站上 就常发布交通安全的影片 目前已经有5万5千人追踪 而这一次他与新闻局合作 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留着一头短卷发 加上清新亮丽的外形 他是绰号小辈的前证分局警员 蔡玉辈 路口慢看停 绑起马尾在穿上制服 转换不同的风格 拍起宣导短片 要带领大家进入交通安全的小教室 因为这次要宣导的主题 是我们平常去学校都会宣讲的主题 所以拍起来 原本要预计半天的时间 然后大概30分钟就完成整个拍摄 算蛮顺利的 交通状况层出不穷 为了提高市民的交通意识 高市府新闻局 与超正警员合作拍摄宣导短片 提醒汽机车 行进路口应该减速慢行 以及汽车驾驶应该要特别注意 车辆A柱的视线死角 确认没有行人或车辆在安全通行 还有遇到斑马线时 车辆和行人要距离三公尺 并完全停下来礼让行人 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 我们再复习一次 慢 路口转弯 减速慢行 看 确认左右 有无行人 停 完全停下 行人先坐 你记起来了吗 其实小辈不是首次和市府合作 先前就与交通局合作 拍摄399宣传短片 大受好评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格 那交通局那一个 因为是广告影片 然后换了很多场景 所以拍摄的时长是蛮长的 那这次就比较简单 然后把这个观念宣导给大家 所以用的时间没有很多 那两次的经验我觉得 就是这样的拍摄经验 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那也非常的喜欢 平时小辈也会进到学校 跟小朋友们分享交通安全知识 告诉他们一定要走在人行道上 若是没有人行道 也要靠左边走才能看见来车 确保安全 跟有别于以往就是靠右边走 因为靠左边走面对来车 比较有办法做出反应 那小朋友我还有就是提醒他们 一定要走就是天桥地下道 跟行人穿越线就符合这次的主题 那如果爸妈接送的部分 就是爸妈如果有行进 这个行人穿越线的时候 一定要停下来离让行人 行进路口谨记慢看停的原则 才能确保用路人的交通安全 打造更友善的用路环境 你我都停让交通安全更有保障 记者潘志光庄书亭高雄采访报道 台南推动智慧城市 其中无人机在农业及消防运用 是越来越普遍 这次台南市消防局的创新研发小组 和厂商合作 打造了涉水无人机 大幅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的救灾风险 为了解决施工当中的建筑物火灾 或是面积大 距离太长 消防人员无法深入现场的火警 现在台南市消防局研发小组 和民间公司合作 打造了涉水无人机 自己买水线来改 成本只要2000元 搭配移动式消防帮谱 或者是附近水源 就可以达到有效救灾 台南平智慧城市 其中无人机已经普遍 运用在救灾农业等各领域 不只提升救灾效能 更重要是提升消防人员的安全 来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无人机 消防机器人 还有这个遥控动力的救灾圈 这些都是像各种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无人机的变体 怎么样呢 像救灾圈它也是一种遥控的方式 无人的载具 那消防机器人也是避免 消防人员深入火场 所以用机器人的方式 能够到火场进行消防工作 更不用提到水下的这个无人机了 因此呢无人机可以说是3D 水上水下空中都可以用 那对于救灾场险有很大的抢险 救灾场险有很大的帮忙 会中消防局也展示各种无人机 消防机器人 以及在决策式直播影像画面 等无人科技的研发成果 当然有一些设备还没有实战经验 不过局长表示最好是不要用到 记者顾文吉何乔邦台南报导 谢谢 请现场做假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112年 基隆外木山的长泳活动 吸引了将近2000位的选手参加 这也是睽違三年来 再度举办的体育赛事 透过镜头一起来体验 海洋冒险的精神 因为我喜欢游泳这件事情 然后更喜欢长泳 然后更喜欢海的不确定性的冒险 很勇敢 但是我觉得我左边是教练 然后右边是游泳健将 我觉得他们比较勇敢 他们愿意陪我 就是很谢谢他们两个 愿意陪我圆梦这样 加油哦 谢谢 这些朋友从哪里来 台北 因为他们想要游泳 然后就是刚好我在 也是在台湾就是 比较算比较会游泳的 所以我就带他们一起来 所以这些朋友是从哪里来的 都不一样 就美国啊 都有 对 没有游过 没有 知道这个不容易吗 知道 知道 那你觉得说可能最大困难 在哪个地方 就是那个浪吧 就我怕游了一个浪反方向 因为疫情睽違三年 重新举办的外木山长泳活动 吸引许多爱好游泳的好朋友来参加 场面相当壮观 来到我们 软件 觅模三年的外木山长泳的一个活动 沿着海岸到大五轮澳底沙滩上岸 全程大约3200公尺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教育处长 民政处长 消防局长 警察局长 以及多位市议员 北关风管处长 还有台电协和发电厂等贵宾 都共同来为选手们加油 一起感受基隆的山海魅力 海洋赛事活动 的确可以帮基隆带来很多的人潮 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朋友来的时候 我们周边可以有更多的配套 让他在赛事前 中 后 都能够让他更享受到基隆的一些 食衣住行 也希望他们能多一些在地的消费 各专庭注意啊 现在第一地增上涌流 已经要准备下海了 请各专庭准备卸备 123号专庭合入一下 一个大型海洋赛事活动 为基隆的经济消费增添活力 而活动幕后也有许多无名英雄 默默为这个活动安全尽心尽力 值得各界来鼓励 除了大会人员 救难协会 警察 海巡等 还有向消防局特别出动 两架无人机 将画面回传 帮助救难人员 判断涌客的状况 来守护活动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同样也是在外木山海域哦 基隆市中华国小第76届的毕业生 在这里进行潜水毕业典礼 应届毕业生在潜水教练的指导下 背着气平潜水至水深 3到5公尺的海域领毕业证书 毕业证书在哪里呢 答案在海里 延续从2009年起的毕业潜水体验活动 中华国小应届毕业生浅入水中 与多莉一起留下难忘的毕业照 我觉得这一次的毕业点 可能是我这一生最特别的毕业点 希望以后毕业生也可以像我们这样 我觉得这次的毕业潜水很独特 因为这种天气真的蛮冷的 毕业潜水我觉得是唯一意见的 基隆市教育处推动海洋教育 与学校规划的游泳课程结合 毕业生循序渐进学习 从游泳浮浮浅到学会水费潜水 逐步达成每一个阶段性的课程目标 十几年其实这个变成是 我们学校课程的特色 也结合我们学校整个一个本位的课程 那希望说学生在毕业中 给他们一个难忘的回忆 越在地才能越国际 认识基隆在地海域的特色及美好 中华国小近年来推动双语教育 让孩子具备双语沟通的能力 我们的海洋之子能够悠游于海洋 这是我们非常珍贵的自然的海岸的资源 在犹他州盐湖城的姐妹校 明年来到基隆 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姐妹校的伙伴的小学伴 一起来进行这样有意义的潜水体验活动 独特的毕业成年里向下向外传承 让中华国小的孩子达成人与人 及人与环境的互动与共好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英格国小排球队在中华北国小排球赛 获得五年级女子组第三名的成绩 平时队伍落实生活教育 除了良好的纪律与秩序外 学生也进行了时间管理 养成规律的生活 新北市英格国小排球队 近期获得第五十二届中华杯国小排球赛 五年级女子组第三名 英格国小校长黄国枪表示 排球队在近年赛事中频频获得好成绩 更值得一提的是 球队的生活教育做得非常好 学生们出外比赛时 能够维持良好的纪律与秩序 他也肯定教练团们的努力 最值得欣慰的是 我们每个孩子到外面去表现 都是让各球队所敬佩的 不管是我们的生活 或是我们的品德 甚至是我们的球技 那这些都是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老师 在这一段时间的付出和努力 那英格国小校目前呢 除了我们有一个专任教练之外呢 我们也成立了专门的排球班 那也期盼在我们国内排球界里面 培养更多的未来明星 能为国生光 也为这些孩子找到新的方向 排球队教练林一正表示 因为球队经常会有出外比赛的行程 因此在生活中的各种礼仪与秩序都会相当要求 教练陈婉金则说 新北市排球项目发展蓬勃 国小学校肩负打好基础 以及导正心态的重要责任 要时常的带队出去比赛 那所以我希望在学校啊 就可以把我们在生活上 例如说我们出去的时候 鞋子要排好 那起床的时候棉被要整理好 房间也要整理好 那我们出门准备比赛的时候 需要携带哪些物品 我希望学生都能够是 自主自发的行动 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到一致 做到最完整 所以我希望在学校就可以把这些东西 都把它训练到最极致 然后最好 那希望出去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鹰哥这两个字 是非常荣耀非常光荣的这样子 那新北市排球 其实是算发展的现实 那基层的训练 基层的培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 那就是由我们基层的学校来做起这样子 因为我哥哥之前是排球队 所以我也想加入球队 所以我试看看 四年级的时候我觉得排球很有趣 加入体育班之后 我觉得排球是每天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在比赛的时候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在落后的时候不要气馁 然后认真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加入排球队之后 老师向我们学习如何生活自理 不要去依靠家长啊朋友跟老师 学生们表示受到同才以及家人的影响等原因加入排球队 球队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过程中学习调整心态与团队合作 最重要的是在加入排球队之后 学习到了各项生活习惯的养成 以及时间规划的重要性 球队也会在科业成绩上 要求学生们维持在一定的水准 相较加入球队之前 在成绩与作息上都有明显的提升 他会跟我们说我们睡觉时间 然后就是生活时间 然后在平常时间不能玩手机 就是9点以前就要上场睡觉 希望我们自律一点 把饮食跟生活的品质都 就是可能早睡 或是不要把自己的身体顾好 要我们要有礼貌 必须把功课做好 练球的时候 动作要做标准 我觉得自律 就是 每天都会准时起床 就是不会赖床 所以才会 变成这样子 英哥国小排球队 在近期的北赛中表现突出 新北市112年小学运动会排球赛 五六年级男女子组军掌获前三名的成绩 校方表示除了球技以外 教育孩子们懂得学习自律 能够帮助他们在各方面都能够有杰出的表现 记者里根基新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新北市校朗国小委托中华民国儿童客后照顾辅导协会开设客服烘焙班 由新北市家长志工教育成长协会以及烹论老师来教孩子制作各式的糕点 成果大受好评 新北市秀朗国小111学年度客后辅导烘焙班6月14日画上一个完美的据点 新北市家长志工教育成长协会理事长何若平说明 客后辅导烘焙班每一次报名都非常踊跃 这次也成立了三个班级供孩子们参加 校长曾秀朱表示每一次经过教室旁都能闻到真正的面包香味扑鼻而来 期盼孩子能将所学带回家里跟家长同乐 我们非常感谢客后照顾协会在秀朗国小开班 这次的这个班是新北烘焙班 今天是我们这个节夜市最后一天 我从他们在上课每一次经过就看到小朋友 有这个非常这个欢欢乐的这个笑容 然后呢还有从旁边走过去闻到这个烘焙啊 这个甜点幸福的这个滋味 那加上我自己认为孩子呢 他可以在学校里学习到这一些 对孩子在不管在家庭里或未来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一定要说非常感谢客照协会 也非常感谢若萍这个幸福烘焙赞 秀朗烘焙赞啦 好我知道我们那个家长志工的烘焙老师 非常的棒 今年在我们的秀朗国小区总共开了三个班 就有ABC三班 那我想每一次报名都非常的踊跃 那这次要非常谢谢秀术校长 就是提供了我们的东协教室 那这边的设备就非常的赞 真的非常的棒 因为烤箱俱足 所以我们每一次烤出来的成品 孩子们带回家分享的过程当中 都是非常非常的幸福 所以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客户照顾协会 提供了这样子的机会 让我们的幸福烘焙的老师 能够在这边跟孩子们分享最友善的一个烘焙课程 孩子四点下课 家长碍于上班等各种原因没有办法抵达接送 客户辅导班 曾接起这段时间的陪伴任务 中央民国儿童客户照顾辅导协会社团秘书 崔婉伦表示 孩子们对课后辅导烘焙班都非常喜爱 主要是希望可以提供孩子在正课之外 还有一个培养兴趣的课程 那就是也很谢谢就是烘焙协会 有提供我们这样就是很优秀的师资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学生 然后可以 因为其实我们每次秀朗社团的报名 都是非常的热烈 也是非常的热门 那烘焙社几乎也每次都是满额 就是非常受小朋友喜爱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就是之后我们可以在为就是秀朗国小 然后陆续在开这样子的烘焙社 那我们主要是希望就是在提供给小朋友政客之后 然后有更多元的选择 可以让他们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社团不只是烘焙 然后或是有一些直排轮静态的动态的投其所 然后让他们自由的去做选择 所以也是就是我们客后照顾主要的用意 让他们在一个安全 然后又有多元的客后环境 然后可以得到这些多元的课程内容 家长上班忙碌 来不及接小孩 秀朗国小肩负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寻求资源开设客后班 让孩子不再只能苦苦等候 不只是能学习课外知识 还能将其带回家中跟家人分享 记者苏建民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桃园市大园区的 陈康国小因为临近桃园机场 而被誉为离世界最近的小学 如今配合桃园航空城计划的开发 将在明年裁撤废校 学校也举办了倒数第二届的毕业典礼 让每位毕业生化身为小小空姐和空少 留下珍贵的回忆 第三位刘子谦同学 子谦同学展现了创意思维 经常能提出新的点子 离别的乐曲声响起 随着家人的脚步进入毕业典礼会场 这些是桃园市大园区 陈康国小的应届毕业生 因应桃园航空城计划的开发 学校将在明年才撤废校 学校为了给这群毕业生留下最珍贵的回忆 不仅让他们打扮成空服人员参加毕业典礼 典礼现场的在校升学弟妹 还准备了非洲鼓表演来欢松毕业的学长姐 让充满离别气息的毕业典礼 多了分欢快的氛围 很开心 但是也有点就是小难过 因为就是要离开一到六年级陪伴的同学 很开心是可以即将进入新的一个路程 有期待 也有追梦的感觉 就是会担心说可能会适应不了 然后就有可能会导致学习上的一些落后 因为毕竟陈康是小学校 如果进大校的话竞争力会更强 所以要加油 就还蛮担心的 因为学弟妹都还在这里 会怕他们跟不上课业 因为每一个家长都说 那个别人的考卷啊考试都不用很难 就是不知道 可能每一间学校都不一样吧 看他们去哪一间学校 就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啊 陈康国校创校至今 也培育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 因为邻近桃源国际机场 所以也有了离世界最近得小学的美名 而如今因应航空城计划的开发 将于明年废校 不仅让许多学生和家长感到不舍 学校方未来也将要面临 校内剩余学生和教师的转学安置问题 其实陈康国校其实这么多年来 要废校其实对我们家长来讲 有点很不习惯 因为酝酿了那么多那么久 我们也一直在问到底什么时候要签校 我们这边旁边签走很多的 大家的很多的人都签走 所以这边学生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的情况下 这个校长还愿意一直办下去 我们当时很感谢校长 这次来参加我们 陈康国校的毕业天理 心中有无限的感慨 因为航空城启动班间 那为了配合国家的重大建设 那明年呢就停止造生 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育局 要如何来帮助孩子 来帮助学校 孩子有受教权 要好好地安顿 还有主任老师 我们都要好好地安置他们安妥 不要让这个废校了以后 老师校长主任 就没有一个好的教学场所 这是不应该的 陈康国校校长也承诺 在明年废校之前 将会妥善安顿好每位学生及老师 而在最后这一年里 也绝对不会马虎每位学生的受教权 将会投注所有的教育资源到最后一刻 目前陈康国校有34位小朋友 目前还在就学 那今年等一下毕业典礼之后 就有7位小朋友要毕业的 学生人数少 对于学校老师的教学经营方面 有很多的困境 不过学校一定会秉持着我们教育的理念 让孩子学到最好的受教 不会辜负他们 我们明年废校之前 我们会把所有的该安置的 该安顿的学生跟老师 都做一个妥善的安排 虽然待了许久的学校即将废校 但每位毕业生都还是挂起最灿烂的笑容 来向学校道别 因为他们知道 学校建筑虽然不在了 但陈康国小最美丽的风景 会永远留在他们心中 记者王安诚 桃软报道 为了让结婚的新人 在登记这一个重要的日子 留下美好的回忆 台南市目前在六区的护震事务所 设计了不同风格的背板 让新人拍照留念 前50名登记者 还赠送精油手工造理壳 给予满满的祝福 现在来到台南的护震事务所很不一样 以府南护震事务所为例 就特别以传统古理风格来设计拍照专区 要给新人留下难得回忆 其中这对来自北部的新人 就专程来到台南登记结婚 除了回忆第一次来台南旅游的点点滴滴 整个登记的氛围更让他们觉得贴心 而且其实我们蛮常来台南玩的 就是觉得这地方蛮多好吃的 蛮常常来吃东西 所以就想说 现在要挑一个 因为现在到处都可以登记结婚 我们想说要挑一个 比较有纪念性的地方好了 所以我们就特别下来台南登记这样子 台南这个护震事务所 都觉得给我们满满的人情味跟祝福 就是你看可以看到现场 有很多工作人员 然后给我们很多的礼物跟祝福 就觉得在登记结婚这个日子 可以感受到大家也赋予我们同样的祝福 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把这个喜悦分享给大家 台南除了让新人在登记结婚 有特别回忆 受到送礼更是搞雷手 民政局长亲自来到护震所 代表市长赠送象征 长长久久的纪念啤酒 等充满喜气的文创礼品 其中进行生计也加码提供 精油手工造礼盒来赠送 只要前50名登记的新人都有 新人登记就有这很喜爱的礼盒 那这边都是有精油罩 那我们的精油罩里面的礼盒 都是有玫瑰花的那个大的精油罩 还有这些喜字爱心 那我们的选用的这些精油罩的材质 都是针对设计像新人 他皮肤可能比较干 或说比较年轻人 他比较混合性肌肤 所以我们精油罩所设计的罩机呢 就是偏向你柠檬小毛 跟我们薰衣草 还有附一个护护券 那护护券就是说我们可以提供你 婚前的一个护护保养 一次是免费的 还有我们护护保养之后呢 我们会再赠送你一组那种旅行组 就是让你去度蜜月的时候呢 可以是有那些敬拜保湿的旅行组 给我们的新人 根据台湾市民政局统计 今年1月到4月 来台南登记结婚的新人 就3000多对 而且跨区跨现实民众也明显增加 所以除了用搞雷手来吸引新人 也鼓励新人来台南升职定局 这一对新人他们带来这个福气 让我们台南市的人口能增加 那也期望说这对新人 就是今天注册结婚之后呢 那明年能来我们台南市 有小孩子出生之后来 来领我们的生意奖益金 台南市政府用心关怀 希望让大家感受得到 持续用爱来营造台南成为幸福城市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南一间 婚纱公司改装的餐酒馆 店内不走文清风 而是营造出妖魔鬼怪的阴森气氛 就连料理取名也很搞怪 才刚开幕 马上就印发讨论 受到年轻族群的喜爱 明明是一间餐酒馆 但里面的服务生却是穿着道士服装 加上墙上的装饰 还有大红灯笼 这种种搭配起来 让人有一种身处恐怖电影当中的感觉 但这样不但没有反效果 反而是越搞怪 越受到年轻人欢迎 很有感觉 进来就是音乐气氛什么的 都很有地服的感觉 然后还有服装 然后那边有帽子 跟那些扇子什么的 这应该是黑白舞厂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就看到什么 觉得好像差不多就拿起来一张 不只店内的气氛搞鬼 就连他们的菜名也取得很有意思 餐点的名字也很有趣 那个炒饭叫狗饰料 那个店员叫讲的时候还蛮不好意思的 他说拿来来你们的狗饰料 因为我们这个碗盘选的比较像狗碗 所以我们就干脆取名叫狗饰料 就是我们的炒饭 它主体就是以绍兴下去做的 还有八皮炖骨 八就是剥皮辣椒 所以我们用八皮炖骨来做这道汤的名字 还有这道菜非常特别 因为它的吃法是要把菜叶包住里面的菜料 所以我们叫做包包去烘干 过去这里城市婚纱店 因为疫情持续三年多 让前业者无法再撑下去而歇业 接手的团队因为有行销 以及玩创意的背景 所以大胆打造出了地域风格的餐酒馆 目标课程锁定在年轻族群 就是想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相信这在台湾应该是还没有人这样做过 那这整个设计 那包含构思就是 像是我们附近庙宇比较邻里 蛮多的 那就是结合庙宇 然后一些这些牛鬼色色的东西 然后想说玩玩看 那没想到就是做了之后 回想都还不错 醉地府目前有提供餐点以及饮料的服务 店内也有准备各种装扮 让消费者装神弄鬼 特殊的消费体验造成不少讨论 记者张硕为台南报道 你知道什么是高雄市红茶吗 这种古早味的红茶店 在高雄的街头随处可见 其中有一间位在前津区的老店 已经有70年的历史 多年来坚持不加冰块 高雄市长陈其迈 观光局长高敏林 以及高雄市议员张博洋 大方分享喝红茶的甜度及爱好 炎炎夏日来一杯古早味的冰红茶 萧萧薯 位于高雄前京区的这间老店 已经有70年的历史 老板从国小三年级就开始卖了 而他选用的茶叶是西兰红茶 价格也比一般手摇饮料店高出两三倍 外面在卖那个大概 那个比较便宜 那个大概一斤 三百块至四百块 我这个一斤要一千两百八 几乎高雄很多比较老一点的红茶店 我都有在喝 我想说今天刚好路过就一起买 店家使用的是怀旧式的玻璃杯 老板从冰箱中拿出罐装的红茶倒进去 他们的红茶从来不加冰块 都是以冰镇的方式 要让大家喝到原汁原味的阵阵茶香 而在制茶的过程中 老板也强调 不能泡太久 免得变苦涩 从这闷 闷大概十分钟 至十五分钟左右 然后把这个茶叶的它滤掉 然后你看你要不要加糖 就随便 这种高雄式的红茶 在高雄的街头有好几家 各有不同特色与风格 是许多人时不时就想来一杯的经典饮料 而高雄市长陈其迈 也大赞高雄市红茶的美味 强力向市民朋友推荐 不只市长说好喝 观光局长也透露自己喝红茶的喜好 不喜欢太甜 通常会点为糖为冰 但对于高雄市红茶 局长表示就不会再去调整甜度 高雄市议员张博洋 则大方分享自己喜欢很甜的红茶 我就直接点就我不会再做任何的 那个什么冰怎么调整 甜度怎么调整 因为它就已经是浑然天成好的茶 如果是奶茶的话我就喜欢甜了 所以奶茶的话我会建议 这个高雄甜度正好 大家不要再调整了 像我个人的话 我就是人家都说我是蚂蚁 我就是一定要喝很甜很甜很甜 才可以叫做红茶 那所以我很注重的是 它本身的那个糖浆 就是有些它可能是用糖精 那有些可能是用红糖黑糖熬煮的 那种特别的味道就会跟一般工厂的糖精不一样 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古早味红茶的一个特色 这种高雄市的古早味红茶在首摇影界 屹立不摇 凭着古法制成的传统香醇浓郁口味 真的是经典不败的在地好滋味 记者黄光维 加入创造三营的局面 走进爱山路东岸地下道 墙面上缤纷的色彩 观光导览资讯一看就懂 我刚才走下去就感觉很不错 很漂亮 明亮度也够也很干净 东岸地下道获得了企业任养 金融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智伟 副市长邱佩玲 副议长杨秀玉 共同主持剪彩仪式 感谢我们和泰环境永续基金会 跟大金空调 来做这一次主要的任养伙伴 那我觉得任养这个事情呢 在基隆未来是可以更广泛的来推动 因为事实上包括企业 包括永续以及企业社会责任 都是现在企业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觉得基隆是可以 趁这一波永续 跟企业社会责任的这种 合作的一个趋势 好好的邀请更多的企业来基隆 做更多的任养 跟永续的合作 那包括我们了解 未来在城隍庙地下室 也有一个相当大型 而且豪华的车子品牌 要来帮我们做公车亭 而且任养 所以经过这一次的改造 我觉得最重要是成功的维护管理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观光客从火车站出来 好天气你会走哪里 好天气你会从海洋光场 一路走到基隆庙空 会经过这两座地下道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今天再次的表达 我代表市议会跟副委员长 诚挚地表达 这种市政府 对这种政府的感谢 那我想市长常说 政府的力量有限 民间的力量无穷 我觉得民间不仅在提供资源上 民间的创意也是一流的 希望在市长的指示下 带领我们 我们努力找更多的企业 让金融变更好 也谢谢市议会的支持 负责任养的核泰环境永续基金会 请设计公司以图形编号及地铁的方式增加辨识度 同时融入金融的海洋意向 让地下道变得缤纷亮丽 其实我们一直想要在 就是在赚钱之以要回馈社会 所以我们成立了环境永续基金会 刚好这个地下道就是符合我们这个 也创造了山营 我们基金会 市政府还有市民都可以共同 来分享这一份的清洁跟农药 所以我也感谢市政府 给这次的机会 每天早上会来清洁一遍 就大概擦拭一遍 然后不定时的这种循垃圾 对对对 那两期间 基金会除了自费建构视觉指标系统 和观光导览资讯之外 同时也负责地下道的清洁工作 将和市府一同打造 友善互助的城市形象 记者王少民接用报导 关怀社会公益 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举办 纵夜飘香传千里的 台电友爱助邻礼活动 由台电制赠端午肉粽及慰问金 给中山区中央里的弱势家庭 并宣导节能减碳 在炎热的夏日中 节约用电一起守护荷包 爱护地球 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 每逢佳节 不忘关怀慈善公益团体 持续援助与关心弱势家庭 这回趁着端午节前夕 特别向台北市自闭儿 社会福利基金会 附设艾肯乐活工厂 购买90颗端午肉粽 由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 副处厂王花兰 代表台电赠与中山区中央里 低收弱势家庭 并捐助一万五千元未问津 给需要辅助的家庭 中央里是属于中山区 也是我们台北市区营业处 所服务的范围 对那因为端午节要到了 所以我们就里长这边也有 在关心我们的中低收入户 比较弱势的族群 所以我们这次就买了一些肉粽 跟社福团体买一些肉粽 买爱心送爱心的方式来帮助他们 那另外也准备了一些红包 然后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我们每一年大概都会 针对不同的区 大概是会轮流的来办这些活动 但是因为经费也有限 所以我们主要是泡砖引玉 也希望社会大众看到台电的投入 也可以让他们也一起的 来投入这个爱心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 因为夏天要到了 我们也希望做一些节能方面的宣导 也就是说冷气设定的温度 或者是定期的清洗滤网这些等等 也让我们的里民可以知道 另外我们是因为10月底 我们预计我们里附近的四平便电所 因为这个已经超过30年了 所以我们有三台主便 跟69KV的GIS我们想要更换 那我们更换主要目的 就是要提高我们的供电稳定度 提升我们的供电品质 所以说也让里民知道这个好消息 中山区区长李美丽也到场共享盛举 并感谢台电关心弱势家庭 传递社会温暖 同时呼吁民众一同响应台电的节能减碳 我想今天是特别来谢谢我们台湾电力公司 尤其是我们台北市北区的营运处 特别把爱送到我们中山区中央里来 其实是帮助我们弱势家庭 那尤其是先祝福他们端午佳节快乐 今天除了捐赠现金之外 还有送了这个肉掌 我想对于他们受帮助的住户 我相信他们暖心在心里 那我在这边真的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民众 每一个家户多多的节电 因为台电在这一方面非常之辛苦 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宣导节电的部分 那这边呼吁我们所有的这个市民朋友 节电大家一起来 由于天气逐渐炎热 民众开始催电散冷气 用电量增加 台电也分享夏日节电小PayPal 一起守护荷包 爱护地球 一般我们家里面比较耗电的用电器具 主要夏天来临的时候是冷气机 那冷气机的设定温度 最好在26到28度之间 然后呢 每两周最好是清洗一次滤网 这样会比较省电 那冰箱的部分呢 就放到八分满就好 不要塞得满满的 那这样子的话冰箱也会比较省电 照明的部分 现在我们都一般都普遍用LED 或者是省电灯泡 所以照明的部分相对也配合换一下 我想对于省电省荷包这件事情 民众应该是会很有感的 台电透过举办敦气木林活动 深入社区传递爱心 同时宣导节能减叹观念 让大家都能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也为端午佳节活动更添意义 台电送爱心赞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高雄市左营区崇石里 经过都市计划变更后 军方的土地将可兴建住宅大柔 预计可容纳近万人 但是里长认为 当地的公园绿地和公共设施都不足 忧心将会影响到生活品质 市议员李博益也认为 这项变更内容有调整的必要 将要求市府重新评估 移动28层的住宅大楼 在左营区从十里拔地而起 附近还有好几处空地 也可能盖出这样高的大楼 里长指出里内腹地不大 又靠近军港 人口一下子多出近万人 将会是一项灾难 如果说今天真的都是按照住室住室这样的盖的话 未来的人口数可能都超过两万 那在我们的腹率这么小 因为是我们又离军港那么近的状况底下的话 这样子的开辟开发 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规划 我想国防部也应该要讲清楚 因为担心人口暴增 原本规划的公园绿地空间又被压缩减少 还有停车场等公共设施 市府又没有明确的规划 里长因此邀请走南地区的民意代表前来协助 要求市府倾听李明的心声 因为我们的文化局 它针对明德建业新村 他们的一个所谓的 他们没有建改 然后他们的一些容积率 包括我们的西门遗址的公园 它又是从五点多公尺一直扩过扩 扩到七点零几公顷 这样子压缩到变成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的公园也小了 那这样公园小得底下的话 有办法把我们的诉求 有这些公共设施放到里面去吗 对此市议员李博一表示 西门遗址公园的面积虽然有增加 但位置偏离里民居住的地方太远 无法享受到公园的效益 反而压缩原本居住区域的公园面积 相当不合理 要求市府不应该将这项公园面积 列入重化后的公园面积里 认为这个住宅区密集 那遗址公园应该不要列入原本我们重化的这个公园的这个面积里面 这样才合理 这样对于居住的人才合理 这项都市计划变更 在完成公展之后 里长也曾经到市府都委会陈述意见 但没有下文 里长希望民意代表能够协助 要求市府到地方召开公听会 让里民参与都市计划才能够规划出符合期待的社区样貌 里博弈议员也表示会协助向市府反映 所以希望说这样子一个决议 是不是能够到我们的里里面来 我们来办一个公听会 让我们的里民更清楚知道说 未来这一块住宿计划 这个充足新村 它未来能够变成怎样的样貌 繁荣发展也要让我们好生活 武雄里长一直在讲的 包含停车空间 包含绿地 包含公园 未来要怎么规划 这个我们都会持续跟文字议员 我们会继续来聊 社区里大楼林立看似繁荣 但如果没有提供足够的公共设施 人口暴增反而是一项灾难 重拾里里长的疑问和担忧 希望市府重新思考 容积增加的负面结果 避免影响生活品质 造成无法挽回的窘境 若是公民财运都市计划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